那今天我们在谈言结经 我们再读一段经文 善男子若诸菩萨 勿尽言结 以敬结心 不起幻化及诸镜像 了知身心皆为挂爱 不知杰明 不依诸子永 不依诸爱 永得超过爱 无爱尽 受用世界 及以身心 像在诚意 如气中晃 生出以外 烦恼涅槃 不相留爱 便能内发 极灭清安 妙皆随顺 极灭境界 致他身心 所不能及 众生受命 皆为浮想 此方便者 明为禅纳 善男子 此三法门 皆是 圆解 清净随顺 十方如来 因此成佛 十方菩萨 种种方便 一切同意 借义如是三种事业 若得严正 既成圆解 三男子 假使有人 修以圣道 教化成就 百千万亿阿罗汉 必知佛果 不如有人 闻此圆解 无爱法门 一刹那 请随顺 休息 而使四尊 亦重宣此意 而说 济言 微得你当之 无上大决心 本既无恶相 随顺 诸方便 其数既无量 如来 总开示 便有三种类 即静 即静 射魔他 如静 照诸相 如幻三魔地 如妙 见真掌 禅那 为极灭 如笔 气中 方 三种 妙法门 戒事 劫随顺 十方 诸如来 即 诸 大菩萨 因此 得成道 三世言正故 明 就近 涅槃 那我们这段经文 这个念得很长 也就把这个第七章 就等于 全部通通 都给他念完了 不过 这个重点 我可以跟大家 讲一下 我们晓得 这一章 是佛陀 佛在教习佛法 最重视的 这个实修的一章 那么他 讲呢 第一个 就是 静止法 用这个安静 跟止掉 这所有这个妄念的 这个方法 这是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 幻观法 把世界上的一切事情 给他仔细的观察 知道众生都是犯 身心皆犯 一切明相都是犯的时候 才能 产生他的这个无上智慧 这是第二个方法 叫做 犯观法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讲禅 禅 禅 我们在我们中国讲起来就是禅 那么很多人都研究这个禅宗 这个禅字 到底什么是禅呢 那么众说分义 就是很多人去体会出来的 不是完全都是一样的 这里 佛陀是这样子讲 这个第三个方法 是不用禅法 不去取这个禅法 也不是去取这个犯法 也就是不用止 不要去止 也不用去观 禅就是什么呢 那直接就超越 直接就跳过去了 也不止 也不观 就直接跳过去 怎么跳呢 怎么跳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跳 不过这个是一种体验 像以前佛陀 他这个 是年花 不可以叫沾花 以前都讲沾花是错 这个年花 是年花对不对 年花这个微笑 那么大企业 大企业看 他就是笑了一下 表示他已经心领神会 所以这个就心印了 这个禅的这个心印了 就交给他 像师尊这样子 在上面这样一笑 那底下的人跟着笑 那就是得到心印 师尊在上面只要哭一下 你们在底下也哭一下 也得到心印 其实哭跟笑都是一样 都是一种心领神会 当初大企业这样子一笑 佛陀就明白 他已经得到心印 表示他已经超越了 其他不笑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底下那些不笑的 为什么 这个释迦牟尼尔突然间哪一个发起来 微笑一下 那么只有其中一个大企业笑 就是表示得到心印 那其他不笑的呢 他就是莫名其妙 他没有办法这个心领神会 要懂得这个心领神会 就是表示已经交付了这个心印 心印已经传出去了 因为他已经明白 他已经懂得清楚了 这个就是禅 禅是什么呢 超越 不用去止也不用关 也有人讲啊 这个禅就是止关双印 要止也要关 那么止不了就用关 关的成熟就用止 也有人这样子讲 这个叫做止关双印 那么禅就是止关双印 其实禅就是一种超越 不用止的 佛陀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啊 不取幻化及诸净相 就是不取 幻也不用取 安静也不用 通通不用呢 是知道的 身体跟心啊 都是一种挂碍 但是这个禅啊 是不依照这些障碍的 很多障碍 他直接通通都超越过去了 好像什么呢 这个佛陀做一个比喻啊 我们敲钟 这一敲啊 这佛陀就问了 那么声音啊 是在中里面吗 当然不是在中里面 不是在这个中的里面 中间有空的里面 也不是在中的表面 而是在 整个 范围之内都有声音 这就是超越 表示说 根本不在中的那个体 也不在中空 而是整个周围 全部都包含 发生的作用 整个通通都包含 这个就是超越 佛陀讲的 他说这个没有什么阻碍的 最重要有一句在这里 烦恼涅槃啊 不相留爱 烦恼 跟涅槃啊 他不相互相阻碍的 本来烦恼跟涅槃啊 是对立的 对立的 但是在禅中里面 在禅里面 没有什么阻碍的 这个是第三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 就是佛陀讲 因为你不相阻碍了 没有什么对你有什么阻碍的 所以你会产生什么呢 会产生啊 这个极灭跟清安的这种现象 就会产生出来 这个时候啊 这个会知道的 所有的众生 所有的寿命呢 通通都是浮想 浮想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 根本是不存在的 这一种方法就叫禅纳 所以佛陀只教这三种方法 一个是止 一个是观 一个就是禅 三个字 当初啊 这个佛陀在教大家法的时候 就讲一讲 大家听一听 那么就去自己去修行 那么这些弟子越来越多 本来是很少 也没有什么借力的 从来就没有什么借力的 就是因为弟子换了错才 换错一个 觉得不行了 才赶快再定一个借力 一看到这个也不可以 就赶快再定一个借力 是这样子 借力那么多就是因为 知道每一个人患了错误的时候 才开始定 而不是一开始就有借力 没有 他当时只是教着 哎 你们去树下去打坐 到山上去打坐 到岩洞里面去打坐 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去坐 那就他就讲这三个方法 这个就严结经里面的三个方法 指掉你的腕念 观一切都是患 那么超越过去 就是惨 怎么超越法 他最重要的 烦恼涅槃啊 不相留爱 烦恼也是好 涅槃也是好 什么通通好 这个就是惨 就是把他超越过去了 所以斜 惨的人啊 不要把很多事情放在心上 你通通都可以超越 很多人有病 他就退道心 我有拜佛 我有持咒 我有行善 怎么还得病呢 这菩萨没有保佑 他就退道心 不是这样子 禅是一种超越 从来没有什么叫做 障碍你的东西 所以有病 有病就是菩提 你有病刚好 不求无病的 有病好 所以很多行者 修修修修到最后都 全身都是病 那个从头到脚都是病 这个头 头也烂了 听说脚底也烂 那就是一般来讲 就是烂透 行者不应求无病 因为病就是菩提 病有什么 病本来就是空 等你没有身心的时候 病还在哪里呢 病本来就不存在 只是你暂时的一种现象而已 不把它当成障碍你的圣道 你就可以超越这个病 不求无难 很多人都求 像我们今天在回想 红凶化吉 这个是在求无难 红凶化吉 凶的才好 凶就是菩提 你天天不求无难 什么事都没有 精神懒散 一有灾难来了 你精神起来了 要赶快 去能够超越这个灾难 那时候精神反而会振作 所以这个好像是说 我们常常讲的 像冲浪 诗诚讲这个冲浪 浪越大 你这个冲浪板 就会冲得越高 越大的灾难 你这个冲浪板 就冲得越高 所以我们不应该回向的时候 求说红凶化吉 应该求这个红凶更凶 因为凶就是菩提 禅宗是这个样子 是超越嘛 它本身来讲起来两个字 禅 就是超越 你越凶的把它超越过去 你就是菩提吗 所以讲 所有的障碍 你不要怕 越野赛袍 我们以前越野赛袍 这个障碍赛袍 有障碍那个栏杆 这样跨过去 跨过去这样 要跨过所有的障碍 就是一种超越 禅是一种超越 不是简单的 人家越来障碍你 有人来障碍你 阻止你去学佛 用病 用灾难来阻止你 你超越过去 你就成圣贤 那就是本身来讲起来 那就是很 很伟大 很超然的 所以真正一个圣者 是不怕这些的 不但不怕 以这个为菩提 有些人有很多人有病了 他就 炎炎一息 什么都没有 正念都失掉 越凶的事情来 他就是退道性 都不可以的 像师尊来讲 我最喜欢磨 有磨来 热得要死 因为就是要你超越他 你超越了磨 不就成佛了吗 以磨为法理 磨就是你的法理 就是你的盗办 你没有他 你怎么通过考验 能够成佛呢 所以是以磨为法理 磨就是菩提 到最后就讲 磨就是佛 他来成就你成佛的 所以磨为法理 你看到磨 你就怕成不了道的 在禅宗里面 是超越磨 超越过去 你不要去抵抗磨 是超越他 以磨为法理 看到磨不怕的 没什么 磨就是佛 就是一个超越 这是一种禅 磨虽然来阻碍你 也障碍你 但是你能够超越 障碍你 以腻啊 腻啊 我们晓得刚才讲那个冲浪就是一种腻 凡是做的事情都是不顺 我们做什么都不顺 人家做什么都顺 我们做什么都不顺 不顺你就是禅 禅 禅不是很悲惨的禅 不是悲惨的那个禅 是禅宗的那个禅 就是一种超越 就是一种禅 那你以为有这样子的不顺 里面了 你去超越不顺 你才能够成就一切的 在一切法界里面 得自由自在 成一切成就 这个是禅 在一切法界里面 哪里都能够顺呢 都是不顺的 既然都不顺 你超越过去 才能够自由自在 要自在啊 就没有相对的 一定是绝对的 凡一切顺利 都是平等 再来呢 有人侮辱你啊 诽谤你啊 欺负你啊 你觉得很委屈啊 我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人家都讲我这样子 你是不是很委屈 当然委屈啊 我明明做的是 做的是这样 为什么别人讲我那样呢 你就很委屈 你就不吃饭 你就是以泪洗面 洗脸 用这个眼泪来 来这个洗你的面 你就是不吃了 这一餐不吃 两餐不吃 一个礼拜不吃 一个月不吃 晚上也睡不好 这个倒是 你不吃不睡啊 我倒是没觉得什么 我们省一点粮食也是好的 但是啊 就是要叫你啊 这个不算什么的 委屈了你 或者是包奖了你 都是一样的东西啊 你要懂得超越过去啊 就是禅 你超越不了 你就是凡夫 这个道理要明白的 佛陀讲的这个第三个道理 是很严满的 绝没有对立的 所以要以坏人为朋友 我们讲说 哎呀 敬朱则刺 敬末则黑 你师尊叫我们以坏人为朋友 我们去了都被污染 都变成黑的 我们跑去跟乌鸦在一起 到时候我们自己就变乌鸦 全部都是天下乌鸦 一半黑啊 你自己变乌鸦啦 倒是倒不是这样子的 你处在这个坏人当中啊 你也能够成就你自己的 才叫做超越 哎 六祖慧能在猎人堆中九年 他不受污染 这就是他本身能够学习到一种超越 他还能够跟所有的猎人相处得非常好 这就是本领 所以不怕坏人的 你携禅的人 不是说哦 那个这个人不好 我不跟他在一起 看见他就跑 当然啦 也有人看见师真就跑 他看到师真从那边过来 赶快跑 他不喜欢 他不乐意 不快乐 不是 但是我们看到他 我们就很喜欢 我们乐于接近他 甚至于上前去拥抱他 他看到我们就跑 我没有关系啊 你不理我 我理你就好了 这无所谓的 这个禅是一种超越 就是超越过去 没有什么好人坏人的 好人跟坏人一样平等 不要有分别心 世俗人是这样子的 这个人不好 形象很不好 轰平很不好 这个混蛋一个 这个专门干坏事 不理他 不要去理他 不要去听他说法 这个坏 这个坏人 不要去听他的 你不听 怎么知道是好的坏的 至少你也要听一下 告诉你不要有分别 你去超越他 不受他的污染 去听法 听到你认为不好的 也不受他的污染 在猎人堆中 六祖贿能 也不受污染 他甚至可以转那些坏人 成为好人 坏人就是菩提亚 他们都是佛 这是一种禅 就是一种超越 很多人 穷了 他就退道性 没有钱呢 为什么没有福报呢 为什么我信 正佛中 这个修正佛秘法 这么多年 没有福报 穷 不要怕穷 穷啊 富啊 是一平等的 你邪惨的人 穷富是平等 富就是穷 穷就是富 你的观察 你的观察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这个钱啊 不过是流到我身上 以后他还会流走 流到别人身上 那都是暂时的一种现象 那么这个人 流过那个人 那个人流过这个人 这个借你待看几十年 穷富啊 不存疑心 你超越这个穷 越穷困 你成就越大 这个超越这个穷 这是惨 你还要超越啊 超越破 什么破 所以很多行者啊 穿破衣 就是一种破 其实他穿的是天衣 破的衣服 真正的是天衣 华丽的衣服 真正的是俗衣 这是一种超越 所以在这个禅里面啊 佛陀讲这个禅 最有意思 中国的这个禅宗啊 最有意思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种超越 那一种思想 跟我们世俗凡夫的思想 大不相同啊 通通不同的 像我的思想 就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 别人认为脏的 我认为是最亲近的 别人认为是穷的 我认为是最富有的 别人认为是魔的 我认为是佛的 别人不喜欢的烦恼 我认为是菩提 别人认为是坏人的 我认为是好人 什么都是好 通通都是平等 没有什么分别的 你越恨我 我就越疼你 你跑 我就追 你不理我 没有关系 我理你 无所谓的 我不是讲一个 无所谓思想 是真的思想 是无所谓思想 无所谓思想 就是没有障碍的思想 无碍的思想 既然是无碍的思想 就是大言满的思想 大言满的思想 就是一种超越的思想 这种超越的思想 就是佛讲的禅 你看 释迦牟尼佛 给谁授记 给提伯达多授记 将来成佛 提伯达多不是害他 害得很惨吗 没有错 害他的人也能成佛 所以害佛的人也能成佛 没有什么叫做害的 在佛的心中 平等无差别 没有人 只是他现在是世俗仿佛 有一天他得度了 他照样是佛 他清楚明白了 他照样是佛 所以这是一种大言满的思想 这是第三种 第一种就是直 把妄念直了 第二种就是幻 观察一切事项都是幻 第三种就是超越禅 大言满 佛之教我们这三种方法 大部分来讲起来就是这三种 以下所讲的 这个好像第八章所讲的 这些那个二十五种 全部就是这三种 去分出来的 也是怎么讲 先修止 再修观 再修禅 那么先修禅 再修止 再修观 那么再来先修观 再修止 再修禅 在那边点点倒打 并来并去就对了 分成二十五种 然后再修观 这个佛陛 there are less than steward 这个佛陀也是 ية诋 fit ere Cent 十五种 好好看 这里面讲 十方如来因此成佛 就是因这个成佛的 十方菩萨种种方便一切同意 差不多都是这样子 反正就是这三种方法 借一如是三种事业 就是这三种修行的方法 去修了 能够圆满正德以后 就是圆满的杰物 这个要修这个法 成佛 这个可以教化成就百千万亿阿罗汉 跟必知佛果 这个所谓必知佛果 就是有借种以外的方法 借着其他的方法 而进入自己觉悟的 就叫必知佛 什么叫做必知佛 就是用其他的方法 不是用佛陀的方法 借其他的因言 进入这个佛果 这个叫必知佛 阿罗汉大家已经知道了 这个叫做无碍法门 以前我最早的 很早以前我在读这个书的时候啊 我就用无碍哲学思想 无碍哲学思想就是我写在书里面的 很早很早我就写过这样子 那时候我的思想就已经非常的超越 那现在的思想更加的超越 现在的思想整个是一个严满的思想 一种严满的思想 所以我不以为烦恼 就是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烦恼了 也是有的烦恼就是在你的四周嘛 像昨天我接了一通电话 那么这通电话讲 那个对世尊一个有恩的人 世尊有时候也请人家帮忙啊 那么他对跟世尊有恩 他遭遇到了困难 那么我也没有办法帮他解决的时候 我也会心生烦恼 我说哎呀 这样一个人 对世尊有恩 但是我又不能帮他解决这些这个困难 所以我心里就很难过 那昨天晚上呢 就特别为他这个求复法 这个求这个希望他赶快出现一个贵人来帮助他 我自己也突然间想到我何不回台湾呢 我回马上就我就回台湾去帮他 甚至于需要有多少钱我都可以出钱去帮助他 那我想这个也是我的烦恼 因为我为众生而烦恼 那众生有困难啊跟我讲 那么我心里就觉得很难过 哎呀怎么帮他解决这个事情 这个是当下的一种烦恼 也是有的 所有弟子当中啊 有时候我看到信 觉得心里也很难过 那今天有一封信 是纽约的弟子 他太太有肾脏病 一定要放肾的 但是他等很久都等不到这个肾 他先生啊 跟他刚好是同一个类型的 说可以 先生把身体的一个肾 割给太太 他们两个人 一个人只用一个肾 太太只剩下一个肾 先生也是一个肾 那两个人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犯了肾以后啊 他太太的身体就很好 没想到经过两年 这个太太身体的这个肾呢 又不好了 产生了排斥的作用 我看了这个信啊 心里很难过 怎么会这个样呢 两个人都只剩下一个肾 那太太这个肾呢 产生排斥的话 他就不能佛了 那到哪里去再去找一个肾呢 所以这个也是 在这个世间上的烦恼啊 也是数不清 像这个病理 但是你假如不能看得透因果的话 能够超越这种因果的话 真的是很悲惨 像台湾的这件事情呢 我自己心里也很急 那么我也求这个佛菩萨 赶快给他加持 而且特别求父法 赶快去找一些贵人 出来帮他 希望他能够顺利 因为他曾经帮助过师尊 但现在他求到师尊了 我不能帮助他 这也就是变成我自己本身的这个烦恼 我不是没有烦恼 我是有烦恼 但是呢 我把烦恼就看成菩提 我烦恼来的时候啊 我尽量祈求父法佛菩萨帮他们解决 我不是为我解决烦恼 是为众生解决烦恼 但是我把我发生的 心中产生的这些苦恼的事情呢 我也把它认为是菩提 我去超越它 这个佛陀也重生此意啊 而说这个祭言 那么这个祭啊 也就是把刚才的这个讲了一下 有三种类 那么一个是用寂静的 一个用如泛的 那么第三种是用禅纳的 这三种方法 这三种的妙法门 都是非常好的 他讲十方诸如来 及诸大菩萨 因此得成道 都是这 用这三种方法去严正的 这个叫做究竟涅槃 今天谈到这里 阿玛的评论 好 好 聊 好 看